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件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期秋冬天的大衣合集食品嘛 这些呢总共跟大家准备了有12件 但是呢有两件的话我就买了很久 一直没给我发货 它到今天还在给我拍送 就一直没有送到我手上 所以说我就把这12件先给拍了嘛 这些大衣呢也都是我自己购买的 就没有任何的推广 大家也可以放心的使用 然后呢每一件的话都是我自己用这个刷子 去刷它的这个袖子上面去模拟一下 它那个祈求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就差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第一件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件黑色的大衣 这件大衣呢就是我去年的视频里面买的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我去年冬天穿的比较多的一件衣服 所以说就可以跟大家反馈一下嘛 它就是一个短款的设计 这件衣服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小个女生的 因为它中间的话有一个那种掐腰的处理 就有一个腰带嘛 像我们就可以穿着 它里面加一个那种毛衣啊 然后在外面把这个腰带一系 底下就可以搭配一个那种家容的打底扣 再加上一双骑士雪 就还蛮好看的比较帅的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我去年冬天穿了很久了 它就是袖口的话会有一点点起球的情况 就袖口这些地方会有一点点明显 其他地方的话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就我自己穿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起球的情况 我自己还是能够接受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颜色 它会有一点点容易沾毛 就沾毛的话会有一点点厉害 大家需要备一个那种滚捅器 这件衣服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小个女生的 它这个面罩呢就是单单的一层吧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设计 像这个衣服呢里面的话你如果单穿 可能冬天会有一点冷 就需要在里面套一个那种女绒马甲呀 就刚刚好了 第二件呢就是这一件黑色的大衣 这件大衣呢就是我今天买的一件衣服 我觉得这件大衣的话 它性价比真的还蛮高的 就是拿到手的话 我觉得就100多块钱的价格 拿到手真的还是挺划算的 它就是这样一个直筒的设计吧 其实它整个的长度的话 就比较适合小个女生 因为我觉得它长度不会特别的长 就不会很拖沓的那种感觉 然后前面呢就这样子 它是没有收腰的设计 就直接是一个直筒啊 然后前面的话是有两个口袋的 这个面料呢拿到手的话还是蛮舒服的 就不是那种粗糙的面料 但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沾毛 这个黑色还沾毛不属于那种很严重的情况 而且这件衣服的话 卖的还蛮多的 有一个白色有一个黑色吧 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评论 评论好像都有一千多条了 就我自己摩擦了一下 暂时是没有乞求的情况的 而且穿在身上的话 我觉得它的版型还蛮好看的 就不会说是那种很阔的版型吧 这件衣服的话如果你想买一件那种稍微平价一点的黑色大衣 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件 第三件呢就是这样一件大衣 这件大衣呢它是一个短款的这种双面膩的大衣 就是我当时看图片真的超级好看 我就买回来了嘛 买回来其实等的不算特别久 我是抢了第一批现货的那种 然后呢它的颜色的话和图片会有一点点色差 大家不要参考我上几名的颜色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拍不太出来 它是一个那种稍微偏了一点点芥末红的颜色 然后上面的话是没有什么色差 就是一个这种皮质的 就还摸的时候还蛮有质感的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这种扣子嘛 我还蛮喜欢这个扣子的设计的 整件衣服就是一个稍微偏富裕一点的风格 底下的话可以搭配一个那种皮裙啊或者皮裤 然后搭配那种马丁靴或者说骑士靴 就是那种过膝靴也可以的 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个双面膩的款式嘛 这个面料摸的时候还蛮舒服 不会特别的粗糙 但是呢就是它这个短款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好搭配衣服 像它这个颜色不太好搭配衣服 就是它不是一件百搭的衣服 第四件呢就是这一件红色的袋衣 这件袋衣呢它就是400多块钱到处的 就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这件衣服的 因为我当时看款式也还蛮好看的嘛 它是一个娃娃领的这种领子 然后上面呢就这样子的扣子 就整体来说的话是那种稍微可爱一点的风格吧 那种它这个口袋的话也是稍微有一点设计感的 整件衣服呢它是一个稍微偏直筒 然后扩一点点的版型 也还蛮适合小个子女生呢 就是它的长度 它是一件双面膩的这种袋衣嘛 这个面罩呢摸在手上其实还蛮舒服 是特别粗糙的面料 但是呢就这个面料的话 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容易扎毛 我每次就把它放在沙发上 或者放在床上就能扎很多那种小毛帽 所以说大家就每次穿之前的话 就必须要自己去用滚筒器去处理一下 然后呢就这件衣服 我买回来是400多块钱到手 但是呢我就看了一下评论里面 就有人说打折以后是300多块钱到手了 虽然说我比较喜欢这件衣服 但是我瞬间就觉得这件衣服不太伤了 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差太大了 第五件呢就是这一件绿色的大衣 这件大衣呢就是我在P&C上面买的价钱的话 是100多块钱吧 这件衣服呢就是我在P&C的大衣里面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件衣服 因为它颜色的话和图片没有什么色差 真的超级温柔的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上级里面这个颜色 前面就是一个柳角客的设计 而且它的版型还蛮好 就我觉得比较适合小个子女士的一个版型 穿得上是一个不怎么压身高的一个衣服吧 里面你可以搭配连衣裙啊 或者搭配那种同色系的打底衫 再穿那种半身裙啊都很好看 它这个面罩呢就不算那种特别厚实的面罩 会稍微有点薄 也没有加棉嘛 所以说只适合南方的姐妹 或者说是初冬穿 深冬肯定就穿不了了 然后就它这个面罩的话会有一定容易起球 就是这个它是不可避免的情况 因为这件衣服它毕竟比较便宜嘛 就100多块 第六件呢就是这样一件大衣 这件大衣呢今年真的特别的火 我总共买了三家 一家呢就拼一些上面也买回来 我就退掉了 因为质量真的特别差 还有一家呢就没有给我发货 一直都没有到嘛 然后这家的话我还蛮喜欢的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个那种 稍微偏一点点复古学院风的感觉吧 前面呢就是这种养高毛的领子 这个领子呢它这样扯的话 是有点容易掉毛的 然后前面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设计 这种留脚扣 这个留脚扣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质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走线啊做工都还可以 然后是有一个大大的口袋啊 这件衣服呢它就有点偏那种学院风景里面 也可以搭配那种铜色系的半裙啊 或者搭配那种格子裙啊 都还蛮好看的 而且面罩的话也还挺舒服的 我自己摩擦了是没有起球的情况 但是我不知道穿久了以后 会没有起球的情况 等我以后多穿几的 然后再跟大家反馈吧 它这个面罩呢就比较单薄吧 就里面的话就只有单单的一层 所以说里面的话需要多穿一点 我自己穿这件衣服的话 我觉得它的版线还可以 就里面还可以再加两件毛衣的那种感觉 第七件呢就是这一件红色的大衣 这件大衣呢它就是一个 我这次买的大衣当中应该是最贵的一件了 这件衣服呢 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它的颜色的 特别好看 就很显白的一个那种装红色吧 超级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然后前面也是这样子 其实它设计没有说特别独特 就这样子一个这种一排的扣子啊 然后有两个口袋啊 它后面的话是做了一个这种 披开披刹的这种处理嘛 这件衣服呢它的面料的话 就是百分百全羊毛的 穿在身上的话 我觉得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粗糙吧 但没有到那种很扎人的程度 我觉得你里面的话可以穿一个那种 稍微高一点点那种高领的打底 就还好了 然后呢它也是比较百搭的一件衣服 就整件衣服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 它这个面料呢 就比起刚刚这个红色 就是400多块钱这件衣服 它就不太容易粘毛 刚刚那件红色真的太容易粘毛了 这件衣服它就还好 然后我自己摩擦了一下 还以为我取求的情况 就这个样子 它这个也是就这样单单的一层的 穿在身上我觉得还好 不算特别的冷吧 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件大衣 这件大衣呢它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奶茶色 这个颜色我今天非常喜欢 它和我这个相机里面是没有什么色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颜色 前面的话就是有一排扣子的 然后呢是有两个口袋嘛 它设计比较简单 效果的话就这个样子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样一种 这件衣服呢 我觉得也还蛮适合小裤子女生穿的 因为我买的是XXS嘛 我穿在身上的话 就是无论它的转维啊 和它的长度的话都还蛮合适的 里面的话你可以搭配那种 稍微有颜色的打底 或者说穿一个红色的小裙子啊 它就不会特别的单调嘛 然后呢它这个领面的话 也是没有加棉的这种 就我觉得现在穿还可以 就现在这个季节穿 刚刚好里面穿一个打底衫 就可以直接单穿了 这件衣服呢 它的面料的话 就是一个这种鞋子纹的面料 它摸的手上是会有一点粗糙的 就是说尤其它领子这个地方 这个领子这个地方 就是你如果是穿一个那种低领的衣服 去直接这样单穿的话 它就会有一点扎脖子 所以说大家需要穿一个 稍微高一点的领子 就需要高过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我这一次买的大衣当中 它这个面料的话 会稍微那点扎人的那种面料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我自己摩擦了一下 暂时它是没有取求的情况的 就等后面再看吧 因为这件衣服应该是我最近才收到的 因为我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它就像最近才给我发货嘛 然后呢就这样一件 短款的羊羔毛的大衣 这件大衣呢 它就是我自己拿到手 还蛮喜欢的一件衣服 因为它这个毛毛真的超级舒服 我自己特别喜欢摸它 手感就特别好的嘛 前面呢就这样子的一个领子 有一点点偏那种学院风 它是一个海军领的设计 加上它上面的话 这一个棕色的这种袋子嘛 就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特色 不会特别的单调 然后前面的话 就是这种牛角扣的设计 这件衣服呢 我觉得它质量还可以 这个毛毛是不太容易掉的 而且它是不怎么容易沾毛的这种面料 就是这件衣服呢 它就不太适合肩宽的姐妹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呢是有一点点显肩宽的嘛 就比较适合肩窄的姐妹穿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马术的话 穿在我的身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大 比较适合比我高一点的姐妹穿 矮个子的姐妹 应该就比我矮一点的姐妹 应该就穿不了了 穿着会有一点点套 还有呢就是这样一件 红色的大衣 这件大衣呢 它是一个稍微偏偏 甜美风格一点的款是吧 我买回来是100多块钱 是一个短款的 这个程度的话 其实蛮适合小不少女生的 它这个大衣呢 就比较有设计感 前面的话是这种花边边啊 然后它这个袖口啊 和这个口袋啊 都是有这种花边边 还蛮好看的 比较甜美的一件衣服 然后的话就是你平时穿的话 可以把它这样扣起来 就是一个那种 它这个口袋上面啊 这个袋子上面 都是有这种花边边的 整体设计还蛮好看的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 它这个面料的话 是我去年在他们家买过 它的长款的那件大衣的 同款面料 这个面料它是不太容易乞求的 就是一个那种 稍微硬一点的 比较硬挺一点的面料吧 就是因为它这个面料 会有一点硬挺 所以说这件衣服的版型穿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小缺点 就是它会有一点点太阔了 大家可以看我的上身 我觉得它后面会有一点点太阔 然后呢 就是它这个领子的话 有一点点高了 我觉得它要是晒 窄一点点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做两排扣子的设计嘛 就你把它扣起的话 会有一点显肿肿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件绿色的袋衣 这件袋衣呢 就是我自己不太推荐的一件衣服了 它是这件衣服呢 也是100多块钱 是一个加棉的款式 但拿到手货 我就觉得它今天还蛮挺没有质感的 但我之前跟大家写过这件衣服的排雷 就是专门跟大家排雷一个上身嘛 大家可以看我的上身 你就明显感觉到 跟其他的大衣是有很大的那种差别的 一上身你就感觉到它是很没有质感的 因为整件衣服的话 这个面料就那种皱巴巴的感觉嘛 就我就不太推荐了 而且整体的版型也特别的阔 所以说就小个子穿着也不太好看 就很拖沓的 所以这件衣服我就直接跟大家排雷了 最后呢 就是这样一件白色的长款大衣 现在大衣呢我自己其实买了挺久的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整体都是一个白色 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多余的设计的 它前面呢就是这种包边的扣子嘛 这件衣服呢颜色其实很好看 就是一个那种奶白色 还蛮温柔的一个颜色 而且挺百搭的 就我自己穿的身上的话 我自己穿了有几次 它这个面罩呢 就会有点点容易起球 我自己穿了大概有个三四次嘛 就会有点起球 这个袖子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暂时还好 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然后就这个颜色真的有点点不太耐脏 所以说我自己平时的话就不太经常穿这件衣服 我这件衣服我穿出去两次出去吃饭 然后这个前面的话就滴到油了 就不太好清洗 就这种白色的衣服真的很难清洗 今天的视频呢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期大衣的合集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视频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呢 就希望能够关注 别忘了点赞 投资讯上下吧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